阿里阿里阿里 阿里阿里 你怎么不去? 啊这样 大家好,我是土甲,土甲在新宿 很多外国朋友问土甲 土甲我们去新宿哪里玩? 推荐我们吗? 所以今天土甲推荐你们 新宿的主动 还有迹象主动 这里的特色是什么? 这里是一个原住民的园区 这里有什么吗? 泰亚州跟塞亚州 一起的文化,一起设计 一起表演 还有美食,还有很多体验的 所以今天土甲来这里 我想要穿原住民的衣服 我要体验 我看看他们的文化 我们快开始等一下跟你们分享 我的感觉 我的心得好不好? 你们来这里的话 把他们特别免费 借给你们原住民的衣服 你们可以穿 之后在这边都可以拍照 你们看我的后面 有很多选择 小吃美食的烫饭 你们来这里的话 你们还有试试看原住民的 好吃的美食 我之前很多次吃了 我觉得蛮好吃 等一下我也会试试看一两个 因为你们知道我拍影片 最喜欢的部分是吃的部分 这个是我爱的部分 我找到了很多原住民产品的一个点 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穿的一个衣服 这边有塞校族的老板很漂亮 你们看今天我当然是很好吃这里 所以老板这边的衣服 地装我觉得很特别 这里的特色是什么? 你们买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最主要这边卖的衣服的话 就是除了就是传统的图案 跟现代去做结合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就是有国外的元素 有台湾的元素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很特别一点的 比如说像这一件 这件的话就是比较带民族风一点 我可以吧 这个很适合土耳其人 还有颜色 颜色比较像奥特曼帝国的那种 地毯跟全联 那我试试看这个吧 帅吧 我超喜欢这个外套 这套外套我确定买 因为是冬天来了 我觉得我穿这个超级帅的 我的实际不错吧 后面有最新一窝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 全台湾只是在这里有的 后池里面的音乐教室 真的全台只是在这边有 还有这个是真正的后池之前用 可是现在这里是一个教室 特地小土教会学打鼓 有听到吗?老师已经开始 我也特地小会试试看 我觉得没有很难 看起来没有很难 我自己会试试看 想学吗? 我很想学 可是这个应该不对吧 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个非常简单 又比较容易上手的节奏 今天出家没成功 可是有体验感觉很好玩 我想要学这个比较长的时间 谢谢老师这个是真的很好玩 一个台湾的朋友来这里的话 他直接报名吗?可以吗? 也可以 可以啊可以报名 谢谢老师 老师因为这边真的很厉害 还有他们隔壁有表演的地方 对不对? 我第一次体验这个 来自两三部落的特色咖啡厅 老板会给我马高咖啡 对不对? 这个的特色是什么老板? 这个马高是我们自己部落的马高 对这是我们自己采下来自己晒 然后做成的马高咖啡 你们看在这里有红色松松饼跟马高咖啡 这个是两三部落的在地食材的东西 还有你们看 红的四松 很好 其实这个是原住民很常用的一个香料 可是他们还有加咖啡里面 我觉得超级特别 还有喝起来比较清清的味道 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是我没有喝很黑的咖啡 可是这个是非常好 还有在这里有红四松的松饼 其实四松你们知道 还有原住民常用的蛋黎面 糖黎面 真的很好吃 可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的有甜有咸的 这其他比较我喜欢的 还有那个四松的味道 吃起来真的很清楚 因为是我之前也吃过了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两三部落的马高咖啡跟红四松松饼 我觉得很脏 很好吃 很好喝 现在我来了很特殊原住民的店 老板你们在这边做什么 我们在这家店就是负责做推广 跟制作传统服饰 然后我们有一个可以体验 竹服的 我可以试试看吗 可以 拿我穿 你们看我穿 太亚洲城市的一个衣服 我觉得很特别 在这里有 哇 牙齿 还有这个 你们看 好像是白鞋是第三把 可以吧 在这里有这东西的体验 你们来这里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很好玩 我刚开始 可是我觉得我厉害的 你们来这里 你们也体验这样的一个 做原住民很特色的一个钥匙券 很好玩 我发现在这里有很多工件 所以我现在问老板了 老板这边的词是什么 你们做什么 这些工件都是我的收藏品 所以我们在这边 还可以做一些的体验 让大家来做我们的 传统工件体验 再包括我们在这边 还有我自制研发的 那个工件吊饰 还有一些的竹林字眼吊饰 来做DIY教学这样子 当然是老板跟我不一样 老板厉害的 所以我只是一个学生 还有讲的你们看很红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之前原住民真的很厉害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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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好了 还OK的 还OK的 如果我的对面有100个铸 的话我一定下一个 现在他们有原住民的传统物 现在他们有原住民的传统物 我也想要太亚洲的传统物 我现在会参加他们一起跳舞 好不好 好 往中间走 这样 往中间 然后你会闻到一对酒味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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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超级好玩的 超级好玩的 我非常推荐你们 你们也可以来 机场主动 这里是真的很好玩 这里你们更了解原住民的生活文化 还有在这里有设计体验 还有好吃的美食 我超级开心 你们刚刚看到 头家的跳舞 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们喜欢这影片的话 你们可以订阅Best of Taiwan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影片 我拜托分享 我很喜欢你们 我很喜欢台湾 我很喜欢原住民的生活 我累了你们发现吧 拜拜